对车的改装似乎国外的车友比国人更为热衷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要透出个性要与众不同 所以无论是豪车还是普通的汽车 经过这些改装车友的一番折腾后 估计就是他亲爹亲妈都认不出来了 比如一辆克莱斯勒被改装成了劳斯莱斯 简直比重态模仿还要成功啊 但是很多经过的人都说 这辆被改装过的克莱斯勒简直丑炸了 劳斯莱斯克莱劳斯 但真好车中的佼小者 任何一个品牌旗下的任何一款车都是价格不费 但是在中国更多人比较认可劳斯莱斯 而对克莱斯呢却不是很感冒 这位车主买的是一款克莱斯的300C 从外形上来看 和劳斯莱斯很接近 但是这位车主仍然对此时还不是很满意 于是决定要大改一番 比较奇葩的是 他在后排车座的和车盖下面 改装了国际象棋棋盘 无论是打开车盖还是后排车座 都能随时下棋 看来这位车主一定是 一位国际象棋太好者啊 而且这样改装后的车 他的车开竟然从直上直下打开 改成了往右掀开的样式 让车上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改装痕迹 那就是他的车轮的改装 劳斯莱斯最为豪车 他的车轮一般都是轮毂较大 但他也比一般轿车尺寸要大一些 克莱斯勒也是如此 经过改装 为了让克莱斯勒的车轮完全是和跑车车轮 成为了一个档次 看着相当炫酷 这位车主对这样好事的改装花费了7万元 但最后出现了这样一款车 是否比较符合车友对好事的认识呢 估计经过这么一改装 网友纷纷表示 丑惧 原本对克莱斯勒没有偏见的车友 恐怕从此以后就更加看不上克莱斯勒的呢